这条视频有可能会给您大的焦虑 但我还是要说 最近大家杀导音 是不是杀到很多收款跑路的事情呢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行业 一个真实的现状 40%的门店与跟厂 基本上都处于关门与倒闭的边缘 60%的跟厂 基本上都没事做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钱袋子 避免财货鸟空 中国经济持续不谨记 近日上海知名全屋定制品牌欧文橱柜 突然关门停业 众多消费者的定金获款无法追回 自2023年底以来 数十名消费者通过家装展会和平台 向欧文橱柜支付了从数千 到数万元不等的定金或全款 但是因为公司突然关门 而无法获得预期的产品与服务 也让消费者无处申诉退款 据《新闻晚报》报道 多名消费者表示 他们通过阳光家博会等平台 接触到欧文橱柜 并被其产品质量和优惠的价格所吸引 支付了定金甚至是全款 有的还上门测量了 但现在公司却突然间关门失踪 消费者冯女士告诉记者 家里装修进入了贴瓷砖的收尾阶段时 装修工人提醒她 家具可以看起来了 为此 三月底她参加一场阳光家博会 看中了欧文橱柜 这家公司的产品 基本可以满足冯女士对橱柜的要求 比如石墨科学纽西兰松木 厨房柜体多层 面板欧松 其他选项也多 样品看着也不错 冯女士当场就爽快地支付了1000元订金 在设计师上门出色以后 冯女士来到欧文橱柜营业门店 并且签订了合同 支付了45000元 几天以后 冯女士联系设计师上门复册 结果被告知 设计师回老家了 要过些日子 那过了些日子呢 设计师仍然是迟迟没来 在冯女士的投诉之下 销售人员同意更换设计师 但是后来 新的设计师上门也成了泡影 再后来 其丈夫就听说 欧文橱柜关门的消息了 当冯女士再次来到欧文门店时 只见大门紧闭 人去电空 门口已聚集不少消费者 到了目前为止 公司负责人一直处于失联状态 也没有任何善后的方案 今年1月 消费者张先生也支付了1万元订金 并追加货款 至2.6万元 在这期间 他多次追问 公司先后更改了好几次送货日期 但是最后都爽约 在如邱先生支付2万元订金 范先生付了3万3千5百元 财先生交了5万元订金 周女士和李女士支付了货款 眼巴巴的等着45天送货 临了发现却是一场空 报道说 远宴家居是欧文橱柜的主要代工方 该公司人员表示 很多消费者的订单均已完成生产 但是欧文橱柜 迟迟为支付提货货款 提款逾期并且最终爆雷 目前货物还加在厂家仓库 设计订单约有100件 金额在200万元左右 大陆网民表示 很多人交了钱 却没想到关门了 这也太坑人了吧 有的人被骗几千到几万不等 这家公司也太黑了 负责人电话都打不通了 这就是诈骗了 必须严惩 代加工的就在我们园区 牌子刚拆 坑太多 我就是受害者之一 我就是那个被欧文坑的大冤种 现在是大大小小公司 天天有人跑路 经济不好 以后会有更多的情况 2024年 中国经济再次遭遇重创 今年年初 在短短18天内 全国各地就发生了20起 因商家捐款跑路 而引发的群体维权事件 涉及车行 物流 健身 早教 装修等多个行业 受害者达到数千人 据媒体报道 这些捐款跑路事件的共同特点是 涉事商家在收取客户的购车款 会员费 学费 装修费 以及代收货款以后 突然间关门停业 老板和员工失联 资金去向不明 导致客户无法收回货款 或享受服务 甚至是面临债务危机 一些受害者通过到涉事商家集会 也有一些受害者选择到当地政府抗议 要求追回损失 但是收效甚微 还有一些维权者因此遭到警察镇压 例如 河南省郑州市珠穆县太行物流中心 是当地一家大型物流配送公司 拥有近百辆货车 服务范围覆盖河南 山东 河北 山西等多个省份 就要为客户提供货物运输 仓储 贷收货款等服务 夜14号晚间 物流公司一夜之间搬空设备 卷走500家客户 大量贷收货款后消失 商户们在15号到17号期间 连任维权无果以后 于18号到河南省政府集会 要求当地政府出面解决 但却遭到了警察镇压 多人被抓捕 再比如说 广东省东莞市永澳集团 是当地一家知名的汽车销售公司 经营着包括奥迪 宝马 奔驰 大众 丰田 本田等多个品牌汽车 1月18号 永澳旗下的80个4S店陆续关门 数百名交付了首付款的购车户 无法提车 继续在4S店门口维权 另外这些4S店还拖欠了大量员工的工资 那这些商家为什么会选择卷款跑路呢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面临着经济困难 无法承担高昂的成本和债务 卷款跑路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 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觉得 卷款跑路的风险较低 即使被害者追讨 也可以通过转移资产 更换身份 逃离现场等方式 逃避法律责任 而这些都与政府的监管趋势和无能有关 评论指出 这些卷款跑路事件 不仅给广大消费者造成巨大损失与不安 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隐患 然而面对这些事件 中共政府的监管和应对却显得无能和无效 首先 政府在预防卷款跑路事件方面 没有做好市场准入 资质审查 信用监督等工作 导致一些不合规 不诚信的商家 能够随意进入市场 欺骗消费者 其次 政府在处理卷款跑路事件方面 没有及时进入 调查 协调 而是采取了消极 推诿 压制的态度 使得受害者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最后 政府在惩治捐款跑路事件方面 没有依法追究 适事商家的刑事责任 而是采取了姑息 纵容 放任的做法 使得捐款跑路商家能够逍遥法外 没有得到应有惩罚 这些政府监管的缺失和无能 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信心和权益 也破坏了市场的秩序与公平 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这些捐款跑路事件只是中国经济的冰山一角 但却足以反映中国经济的延距形势 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5.2% 创下除疫情三年外近30年来的最低水平 与此同时 中国股市也表现惨淡 沪深300指数跌至2019年来的最低点 投资者信心低迷 这些数据都说明 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低速增长高风险的阶段 面临着内外部的多重压力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您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见